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意外揭发自己女友出轨 而这场闹剧原来是有人在背后一手策划 开始之前记得先订阅我们频道 分享奇葩出轨事件的女士西娜 本身是在学校工作 她表示有两名男子同时抵达学校 准备接自己五岁的女儿放学 但当她翻查资料后 却意外发现二人各自所指的女儿竟是同一人 当下两名男子都觉得十分奇怪 开始质问对方 你是谁 为什么要带我孩子走 我是她爸爸 你是谁 气氛一度变得紧张 让学校职员不知如何处理 西娜立即通知校长前往调停 由于两名男子僵持不下 她只好致电给女孩母亲了解情况 殊不知该母亲接听电话后 开始情绪虚控 尖叫即哭泣 更表示她一定是突然出现了 她另一个男子并不知道此事 从以上对话可以推断 女孩母亲同时有两个男朋友 而二人一直蒙在鼓里 以为自己是女孩的父亲 直至当今日二人同时接放学 才意外揭发奸情 当女孩母亲抵达学校时 其中一名男子冲出停车场 对着她大发脾气 要求她解释 最后更出手打她 学校最终报警求助 出手打人的男子被警方逮捕 该母亲被送往医院治疗 学校则请来女孩祖母 把她接走西娜之后 尝试跟女孩母亲了解事件 母亲表示 五岁的女儿不知道自己有两个爸爸 她亦没有打算跟女儿解释情况 而两名男子同时出现的这场闹剧 是她的一个闺蜜 在背后策划 闺蜜故意叫她们二人同时到幼稚园街放学 目的是要揭发孩子母亲出轨的真相 影片引来网民热议 不少人同情两名男子遭遇 形容绿光照顶 所以是什么生活的可以隐瞒五年 但也有网民关注谁是女同亲生父亲 西娜则回应自己也不知道女孩父亲是谁 我怎么可能知道 连女孩妈妈都不知道 大家对上面的内容有什么看法呢 在下面留个言吧 如果喜欢今集内容 也请各位按赞支持 下集见 拜拜